全红蝉 一个真字足以赢得人心 当全妹笑着回答看似犀利的问题时 全场的紧张感仿佛被轻飘飘一句话化解了 这是她的风格 真实直白 不演示 也不搅柔造作 面对体重问题 她没有半点回避或遮掩 就像她站在十米跳台上那样干脆利落 谁能想到这样的坦诚 竟能比她那如水花般完美无瑕的动作更打动人心 最近全红蝉因为体重问题冲上热搜 巴黎奥运周期的训练 让她面临一个比跳台更难攻克的挑战 成长的痕迹开始显现在她的身体上 她曾是那个已瘦弱身形 在东京奥运上一举成名的小姑娘 如今却因为青春期的到来和随性吃喝 被教练点名批评腿胖的都有折子了 她自己也察觉到 跳台上的弹跳不再如以往轻盈 身体的变化给她的竞技表现增添了负担 一次公开活动中一位华南师范大学的学生大胆发问 全红蝉你最近是不是在控制体重 能不能分享一些心得 问题直击核心引发了在场所有人的关注 体重一直以来是运动员的禁忌话题 而对于一个17岁的女孩来说 这更是私密而敏感的领域 现场一阵短暂的寂静 就连主持人也忍不住插话 化解尴尬 可是大家低估了全红蝉的坦荡与勇气 全红蝉没有犹豫 她的双手在膝盖上轻轻敲打着 像弹钢琴一般 配上她招牌式的爽朗笑容 大方帝说 那就多运动嘛 简简单单一句话 既带着孩子气的调皮 又蕴含着一种让人会心一笑的真诚 主持人追问 那是不是要不吃饭 她瞬间正色 带着一点被吓到的口气说 不吃哪行啊 然后认真的解释 少吃就可以了 她强调 运动员每天运动强度大 需要能量补给 不吃是绝对不可能的 很多人或许期望 她能说出什么独门秘籍 但她的答案却出乎意料的平凡 少吃 多运动 几乎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健康法则 但从一个年轻的奥运冠军口中说出来 显得格外有力量 这不是那些流量明星的纸上谈兵 而是她作为运动员 实打实总结出的心得 全红缠的坦率与直接 仿佛在提醒人们 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从来没有捷径 只有实实在在的付出 作为公众人物 全红缠的成长几乎是裸露的 每一次变化都被放在放大镜下审视 从东京奥运会的舞跳满分到现在因为体重问题被议论 她的烦人时刻让人感慨 她是万众瞩目的跳水天才 却也是个17岁的普通女孩 在这个年龄 几乎所有人都要面对青春期的身形变化 而她却承受着双重压力 一方面是大众的高期待 一方面是竞技体育对身体的苛刻要求 在公众的眼里 她似乎应该无所不能 应该始终保持完美 但真实的全红缠告诉大家 她也会害怕 也会挣扎 也有不完美 她曾在一次采访中承认 休息一段时间后 重新站上十米跳台 她感到恐惧 那是久违的恐高感 让她一瞬间 仿佛回到了初学跳水的日子 有人笑她无知者无畏 但只有她自己知道 能走到今天 靠的不是无畏 而是对真实的接纳 她不否认恐惧 但也不会被恐惧打倒 全红缠之所以能赢得人心 正是因为她的真诚 与许多过度包装的明星不同 她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 她的回答简单直白 既没有浮夸的语言 也没有讨巧的姿态 这样的全红缠 反而显得更加真实 更加可爱 正因如此 她面对体重的坦然分享 比那些藏着掖着的明星减肥秘方 更有说服力 她告诉大家 运动员的健康才是第一位的 过度减重只会得不偿失 她的回答看似轻描淡写 却蕴含着对竞技体育和自我健康的深刻理解 全红缠的真实与坦率 也让人不由地想起曾经的体育名将邓亚平 作为乒乓球领域的传奇人物 邓亚平本应是年轻运动员的榜样 然而 她对全红缠的一些点评 却显得不合时宜 她曾公开提到 全红缠的成功是因为无知者无畏 甚至暗示缺乏现场观众的东京奥运会 让全红缠的发挥轻松许多 这样的评价不仅刺耳 更显得浅薄 全红缠的成功从来不是运气 更不是无知 而是无数次汗水与泪水换来的结果 而邓亚平自己 又何尝不是体质造星的一部分 她曾在职业生涯中受益于种种潜规则 而这些规则也为她打开了更多的竞争机会 如果没有这些因素 她的成就未必能如此耀眼 她的言辞非但没有凸显她的权威 反而让人质疑她的动机与格局 全红缠从来不需要被神化 她的价值不在于被塑造成无懈可击的完人 而在于她的真实与坦荡 她是那个能坦然谈论体重的少女 是那个承认恐惧却依然向前的运动员 她让人看到一个人在耀眼的光环下 依然可以选择做最真实的自己 这种真实既是一种勇气 也是一种智慧 她让她的每一个回答都显得更有分量 让她的每一个行为都更接近人心 在一个充满虚假的时代 全红缠的真实无疑是一股清流 在全红缠的身上 人们看到了青春的挣扎 运动员的执着 以及对生活的热爱 而那些仕途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评判者 是否也应该反思自己 一个曾经依靠潜规则上位的人 真的有资格评判一个 靠努力改变命运的年轻人吗 真实比荣耀更可贵 而全红缠的真实 不仅让她成为跳水台上的传奇 更让她成为人们心中的榜样 这种力量不需要任何修饰 此外 如今的全红缠 却被另一种荣耀拖累得有些沉重 被爱包围的代价 似乎远超金牌的分量 要问这个17岁的女孩 为何需要专业保镖 为何不敢随意出街 那答案只有四个字 粉丝太狂热了 她征服了奥运赛场 却发现难以征服那些 在街头、机场、活动现场 层层围堵的人群 就算她再怎么伸手敏捷 也无法从这人山人海中完美入水脱身 全红缠从广东湛江的一个小村庄走出 凭借天赋和努力 用一季季满分的跳水动作 将自己送上了世界之巅 东京奥运会上 她以零失误的表现 拿下跳水金牌 成为中国跳水梦之队的 又一颗明星 然而 伴随着胜利而来的 不仅仅是鲜花和掌声 还有铺天盖地的关注 这份关注 在一开始是善意的 甚至是温暖的 观众爱她的质朴 媒体称赞她的天赋 她的一句喜欢辣条 迅速掀起一场网红零食的销售狂潮 粉丝甚至送来整车整车的辣条 只为博偶像一笑 可是 赞美和宠爱渐渐变了味道 越来越多人 开始侵入她的私人生活 从偶遇拍照到全程跟踪 她的一举一动 都成了网络舆论的流量密码 平静的生活渐行渐远 喧嚣的闹剧 却日复一日上演 如今的全红禅 只想安安静静地训练 却连简单的日常活动 都成了一场行动大片 上街购物 免谈 她早已不敢轻易出门 因为每次都会被追星大军围堵 偶尔去参加活动 现场保镖不仅得人高马大 还需精通散打 才能应对失控的场面 有人戏言 全红禅不是需要保镖 而是需要一支私人卫队 这样高规格的保护并非她的本意 却成了不得已的选择 曾有一场活动中 她刚从车里走下 就被涌动的人潮堵了个水泄不通 人们激动地甚至推挤上前 险些让这位奥运冠军 摔倒在地 自此 她的团队严防死守 樊出场 必定配备专业保安 而全红禅 则更加小心翼翼 试图避开公众视线 然而 她能避开街头 却躲不开社交网络的围追堵截 有人说 全红禅的生活 因粉丝而改变 这是明星的宿命 但问题是 她并不想成为明星 全红禅是运动员 她的梦想是 站在跳水台上 而不是在娱乐的聚光灯下 狂热的粉丝对她的爱 渐渐变成一种捆绑 试想 一个还未成年的孩子 哪怕是举世瞩目的天才 也终究需要一片自己的天地 来呼吸和成长 而那些因全红禅成名的家乡 更是涌入了无数朝圣者 她的村子成了旅游热点 村民们因蜂拥而至的游客 而不胜其扰 全红禅的家乡 从一片安静的田园 变成热闹非凡的网红打卡点 这或许是无心的过度热情 却实实在在改变了她 以及家人 村民们的生活 全红禅的案例 并非孤立 在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 每一个突然爆红的名字 都可能面临类似的困境 粉丝的狂热消费 让偶像失去了真实的自我 有人为了追逐全红禅 不惜跟车 蹲点 甚至试图偷拍她的家人 一些人毫无顾忌地 将她当作满足自身情感需求的工具 却从未思考这样的行为 会给对方带来怎样的负担 而在媒体和商业世界里 全红禅的形象更是被反复利用 她的名字成了品牌的代名词 她的经历成了商业炒作的卖点 看似荣耀满身 实则处处受限 如此被消费的偶像究竟是谁的错 全红禅的故事是一个警示 公众人物需要关爱 但这种爱必须有边界 我们需要问问自己 追星的热情是否已经侵入了她的私人领域 我们对她的关注是为她喝彩 还是无形中增加了她的负担 作为公众或许可以多一点理性 多关注她在赛场上的表现 而非试图挖掘她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对于一个未成年人来说 她最需要的不是无止境地追捧 而是一个能够自由成长的环境 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 她才能继续冲击更高的竞技目标 而不被外界的声音所淹没 全红禅是一位让国人骄傲的跳水冠军 但她首先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她需要生活的空间 需要自由的选择 需要像其他同龄人一样 拥有独属于自己的成长轨迹 她的成功值得赞扬 但她的自由同样需要被捍卫 或许人们可以少一些喧嚣 多一些安静的守护 少一些围观的热闹 多一些心照不宣的尊重 全红禅的故事 本是励志的典范 但在热情和自由的角力中 这份励志不应变成沉重的负担 未来 全红禅能否在竞技场上继续创造奇迹 将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努力成果 也取决于 大家是否能为她提供一个真正无扰的环境 到那时 她的名字 才会真正因为实力与尊重而被铭记 而不是因为被追逐的狂热 而频繁登上热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全辈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